這次戰略溝通是坦率的 見識性的 是有益的 當然 我們之間還是存在著一些重要的分歧 中國將堅定地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 中國的發展壯大是不可阻擋的 這次雙方的溝通是為了貫徹習近平主席 和拜登總統通話所達成的共識 我們希望雙方在各個領域加強 溝通 交流和對話 雙方應該按照不衝突 不對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來處理中美關係 使中美關係沿著健康穩定的軌道向前發展 謝謝